请我去吃那个这个羊肉啊 说是这里最棒 那个店排队12点才开 台湾的女生好厉害 那个好重啊 你们台湾的总统 台湾的CEO全是女性 女人在这里是很受尊重的 白玲赞台湾女生好厉害 出没夜店战袍 喷出南半球 注意看 这个女人叫白玲 接下来的几秒千万别眨眼 我愿意当你的南半球 当一个残试的男朋友 曾拿下金马奖 这家女配骄傲的白玲 为了拍摄惊悚电影 蝴蝶大夏 睽威市三年再度来台 4月2号的卡司发布记者会 她采用蜜桃中共装登场 4月12号咱们直击白玲显身夜店 南半球战袍还是求辣的 我觉得这一点 我还挺为自己骄傲的 我平时美美的 但你演角色是他的角色 该土角色 其实我们的话呢 说说没有一个台湾演员 会让你自己搞得那么丑那么辣 他们不会同意的 但是我说可以 这次来台湾非常感谢导演 感谢这个谷底大夏 把我请来了 我觉得这部片子 是非常非常神秘的 非常有冲击力的一部 非常特别的电影 而且也会很好看 因为有我在这里 谢谢 就是来一台座 开写号特殊组 后来那天 他们设置组安排我 去看篮球比赛 哇 我开心死了 遇到那个魔术说英文 然后就觉得 好像回到我的世界里 导演问我怎么样 开不开心 我说哇 孙姨还能到这样的篮球地方去看 还能遇到篮球迷信 这样就觉得 从我的人物来说 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至少说过 想要去夜市 去了吗 去了 因为那个宁夏夜市吧 室林夜市 室林夜市离我很近 有一天没拍戏化完妆 我戴着那个头套 我当然不能说 不像我 画着那个张 然后走得又很年轻的感觉 别人看着我都觉得 这个好奇怪 不知道我能干嘛 又不知道是干什么 然后白天又没有开 晚上好不容易 我说导演开完戏了 请我去吃那个这个羊肉啊 说是这里最棒 那个店排队 十二点才开 台湾的女生好厉害 那个好重啊 你们台湾的总统 台湾的CEO全是女性 很棒 女人在这里是很受尊重的 所以我喜欢这个地方 我觉得它 其实是一个很崇尚女性的一个地方 白天之后还有什么计划 现在美国有两部片子要拍 还有我自己建议 我和卫生纸的隔离恋情 是我自己的导演处的作业 是在预期里面我拍的 是一个喜剧 有二十三个演员 一百一十八分的电影 我自己拍 我自己投资啊 你说你很傻一个演员 把你的钱投资 因为在那个时候 预期的时候没有人投资 而且我要等投资商的话 那个预期就过了 我一定要那个时候 拍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要鼓励大家做一件事情 不要扮成品 那个你知道拍电影很贵的 大概是大家多少钱 好 我现在都不敢算 我在我的Instagram 有一个去大家的link 叫gofollow me 去帮我募捐来 给我一次做宣传 支持独立导演的电影 就是独立片 而且是个女演员 自己来用自己的钱 来制作一个影片 我觉得这是很勇敢的一种尝试 而且是没有人会这么做的 这个疫情券给大家一封情书吧 我觉得献给我们这个意思 等这个电影哄罢了 搬到百老子街 就人要做梦 做梦